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除了平时多做眼部保健 多休息以外 也可以通过多吃这些食物来补充营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眼睛是我们心灵的视窗 我们透过眼睛这个窗户去观察世界的美好与黑暗 但是如果长时间用眼过度或是不正确的用眼去看东西 就会让眼睛受伤 看东西会出现模糊不清 甚至后面会有刺痛的感觉 经常用眼 平时多吃这些食物 眼睛明亮视力上升 多吃四类菜帮助养护眼睛 一多吃地瓜眼睛出现问题 是肝脏 肾脏出现衰老的信号 要恢复眼睛的机能 首先要让内脏机能得到恢复 地瓜具有补充益气的功效 帮助提高的消化器官的机能 有助于内脏机体的恢复 此外 地瓜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也能有效治疗肝炎和黄打 二多吃蛋黄鸡蛋中富含蛋白质 脂肪 卵黄素以及铁 钙 钾等人体所需营养素 鸡蛋中蛋黄的营养价值最高 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尤其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跟保护眼睛有密切的关系 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作用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特别有保护眼睛的作用 人眼的成像部位是视网膜 而视网膜有一个黄斑 里面的黄色营养来源 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这两类营养物质能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 延缓眼睛的老化 预防是网膜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眼疾 蛋黄的颜色越黄 对眼睛健康越有好处 三多吃菠菜 菠菜是叶黄素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于预防白内障有很大帮助 根据研究 绿叶蔬菜还是维生素B2和胡萝卜素的好来源 维生素B2冲突的时候 眼睛便不容易布满血丝 而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变成维生素A 预防肝眼病等症 而且菠菜还富含钙 钙和美元素能帮助眼部肌肉增强弹性 不容易发生禁止 四多吃菠菜 菠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必足维生素和维生素C 钙 铁含量也较高 有清热止血 清干凝木 令药消肿之功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且菠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多吃菠菜能预防肝眼病 也可以减轻眼睛肝涩不适的症状 不妨多吃这三种水果 对眼睛好 能提高你的视力 不妨多吃这三种水果 对眼睛好 能提高你的视力 橘子富含的维生素C等营养元素 能养护眼睛 还能增加肝脏油解毒功能 二 奇异果 奇异果富含的维生素C 能减缓光线和氧气对眼睛的刺激 可以延缓白内障的发生 上班族上班经常使用电脑 不妨多吃点 对眼睛有好处 三 香蕉 香蕉除了对肝脏好 也对眼睛有好处 香蕉能让身体达到假 那平衡 缓解眼睛那不是症状 像学生或者用眼过度的上班族等人群也可以多吃 还有学生看书应在灯光充足的环境下进行 并多注意放松眼睛 眺望远方 能缓解眼睛疲劳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